電影全功量的觀眾, 你們好 我是吳祖希 我是彥令森 我是導演, 林昭妍 我是靖光 我是顧子駱 我是梁樂施 你們現在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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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全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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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電影全功量 全IMAX拍攝的史詩大片 《沙丘漢戰》第二章 全球飄防口碑都非常嬌人 連電影中的一群演員 都成為大家關注的對象 好像在電影中飾演Paul的媽媽 後來成為聖母的Rebecca Ferguson 最近大爆在她拍攝過的電影裡 曾經遇過一位男巨星 當眾在片場羞辱她 自己演得不好 還將脾氣放在她身上 令她哭著離開片場 這個消息一出 不少貿民當然立即化身明偵探 調查Rebecca過往合作過的男巨星 看看是誰 Rebecca自己說 並不是Tom Cruise 也不是Hill Jackman 而The Rock Drane Johnson 也立即澄清說也不是她 撇除其他無可疑的名單之後 有不少網民都懷疑是Hill Grand 不過這些有哪有得開估的 不如看看這星期的新片速遞好過吧 《填詞L》電影史上首部關於粵語歌詞的作品 由新世代填詞人兼金像獎新演員鍾雪瑩主演 講述一位少女因為誤信思長的殘言 認定寫歌詞是她這輩子的使命 立志要做填詞人 不過好事多磨 無論她如何努力也好 仍然未能夠成功入行 揹著夢想包袱的她 決定在這條充滿遺憾的跑道上 繼續狂奔 《鬼太郎誕生》 各各各之迷 原作者水木茂誕生一百周年企劃 首度公開鬼太郎的眼珠爸爸 鮮為人知的神秘過去 講述鬼太郎爸爸 在尋找失蹤妻子的時候 遇到一個大家族正在展開爭絕遺產的風波 誠願陸續被殺 一連串離奇恐怖的事件亦相繼發生 任何人都隨時面臨殺身之禍 濟流生 橫蘇全球超過三百個獎項或提名 並且贏得今屆金球獎 最佳男主角及女配角 講述英國一位名校的孤僻老師 脾氣暴躁人見人怕 有日被迫留校當席 監管耗動聰明 但心靈受創 變得半逆頑抗的學生 加上一名經歷喪止之痛的 凡堂失意女廚師 三夥寂寞的心 慢慢緊扣在一起 互相改變一生 大家還記得嗎 今年年初有一部 愛情喜劇電影《珍迪恨愛你》 這部電影由莊姿靈魂獨行合的 Glam Powell 和新進女神Sidney Sweetney主演 我覺得這部電影 是一部九位輕鬆愛情小品 加上男女主角外形殺死又演得 所以全球都斬獲非常 有些不錯的成績 這部電影的預算 本身是2500萬美元 但全球飄防就大收 超過2億美元 而當中超過一半 還來自國際市場 由於得到觀眾這麼喜愛 這對金銅玉女 也成為近期的紅人 Glam接受訪問時 就說和Sidney一拍適合 還大讚對方 讀劇本的速度極高 現在非常歡迎新劇本的邀約 至於Sidney 除了澄清他們假戲真造的傳聞之外 也對外透露 開拍續集的成數有九成這麼多 我們就密切期待一下 接下來看看這個星期 香港的票房戰況又是怎樣 這個星期的票房戰況 截至3月6日中午 第三位 有Emma Stone 橫掃多個影后獎項的話題作品 《可憐的東西》 第二位 有由郭富城、鸚營齊、林家棟 聯手策動一場 臨時駭劫追逐戰的《臨時劫案》 而第一位 有改編自著名小說的 史詩式奇幻電影續集 《沙丘漢戰》第二章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 電影全攻略再見 拜拜